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本节的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相比于前面第一个关于收入总额 这个知识点的内容要少一些 但是在这块我们也要提出来 那就是免税收入 在我们考试题目当中 它的出现频率非常的高 一般都是在综合题里 那免税和不征税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了解一下 不征税它根本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 企业所得税是针对生产经营所得 其他所得清算所得来征税的 这个不征税收入根本不是征税对象的范围 但是呢往往也是在我们的会计处理当中 把它做收入了 这是不征税的 而这个免税的呢 那是属于征税对象 但是出于政策的原因 或者是避免重复 那我们要免税 所以在这儿 那我们免税和不征税的收入呢 都是有纳税调整的可能性的 主要是纳税调减 那作为比较重要的考点 但是它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我们先来说一下不征税的收入 主要呢是提到了这么几个 首先就是财政拨款 这个拨款针对的是咱们的事业单位 就是纳税人里所提到的 有生产经营所得的组织 以及社会团体 那他们有财政的拨付经费 在会计的处理中 比如政府会计制度当中 对这个事业单位的 这种财政拨款做收入 但是它是不征税的 另外呢就是依法收取 并纳入行政事业收费 或者是政府性基金的 这是百分之百的 都要上交财政的 所以这肯定是不交所得税的 另外还有叫其他不征税 这个主要指的是由国务院 这个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 有专项用途的 叫做财政性资金 那就意味着 我们财政性资金 不是说都不征税的 我们得够条件的 才是不征税的 那么这个够条件 咱们后来有了 更具体的规则规定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有专项用途的 那这个专项用途 具体是有什么要求呢 得符合这三点 包括在资金的来源上 用途上 在资金的管理上 以及在单独核算上 所以这几个条件 我们作为一般了解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关键是 就考试题目的表述 它不可能给你说出来 这么多的条件 一般就是一句话而代 那就是符合条件 或者说是属于有专项用途的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它是不征税收入就可以 那好 作为这样的不征税收入 我们如何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解 如何来进行税务处理 我们下面先从理解的角度解释一下 那就是财政性资金 它指的是来源于财政 是吧 哪一级财政呢 那肯定是限以上的 各级都可以是限以上的 那包括呢 像政府的 像财政的补助也好啊 补贴也好啊 像什么贷款的贴息啊 等等 这个各类的专项财政资金 那也包括呢 像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急征急退的 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的各种税收 这都是属于财政的返还 是吧 这不是我们说的 税法规定的不征的 而是财政的返还 所以这种财政的资金 那是不是要交所得税 我们刚才提到了 只有那种有专用 专项用途的 符合条件的 它是属于财政性资金 但是不需要交所得税的 没有这种专项 专门用途的 不符合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专门专项管理条件的 那它是财政性资金 它也得交所得税 不过在这个财政性资金当中 不包括什么呢 那就是出口退税 这个不是要交税的 因为本身我们退的就是 你作为出口企业 出口之前国内采购 自己花的钱退给你 而且增值税就是加外税 所以这呢 我们知道一下 就是财政性资金 它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财政性资金里面有要交税的 也有不交税的 好那说到会计上 我们把这些财政性资金往哪寄呢 都是损益 都是寄损益 我们现在呢 有这个啊 就是叫做跟资产相关的 这个财政补助 跟收益相关的财政补助 所以呢 会计上什么营业外收入啊 这个其他收益啊 地盐收益啊 都有 不管你往哪寄 交不交税 这个一定得听税法的 那区分了 征税还不征税之后 那我们说对于不征税的 那个有专门用途的符合条件的 如果呢 它已经记在了会计损益上 咱们要做的肯定是 纳税的条件处理 那它是不征税的嘛 所以做纳税条件 好那还要解释一下的 就是作为不征税的收入 那财政多给你的啊 有专门用途的 比如说用于这个 技术改造的 用于这个 特别的啊 环境保护专项的 那这样的钱 你要是给他花了 那我们对应的来讲 花了就是开支和费用啊 但是要注意 因为这个是不征税的收入 所花的钱 所以 那么对应的你会计上 即使叫做费用开支了 所得税钱也不能扣除啊 那它跟收入 它是不匹配的嘛 那收入不征税 那它的费用不能扣 那如果说 你是把这样的啊 专项的资金买了设备 这个设备呢 要什么提折旧啊 要进行什么摊销啊 这都是不能扣除的 同样也是因为不匹配 那我们作为这个专项用途的啊 财政性资金是吧 是不征税了 但是不征税收入 我们给你是有专门用途 你要用的 但是呢 如果纳税人啊 拿的这个钱 他一直没有用 那我们也有规定 就是五年内没有发生支出 也没有交回 是吧 你放到那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从取得资金的第六年啊 开始作为应税收入 那也就是说 你既然不用 那你就回来 要交税了啊 好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一般都不会在考题里出现 跨那么多年 一般都是当年的 所以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说的就是 这个企业呢 在2021年得到了 当地政府部门补助的啊 看好了 非常清楚的 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这是应该不征税啊 五百万 你取得财政部门的正式文件 再次印证了 它是不征税的 并从中的支出了四百万 那从会计上处理 我们肯定是把收到的五百万 做损益里面的收益 然后把支出的花的呢 作为开支 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项财政补助 它应该如何来进行纳税调整 这是一问啊 然后并 这呢 要说明理由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得文字说明 这都是不同的给分点啊 所以咱们不能说 我就算一算就行了 一定要 要说明 那首先我们来计算的话 就是会计上 你已经把收入 和这个收入所对应的开支 做了啊 这个收和支的处理了 所以你的损益有一百万 但是这一部分呢 我们说收入是不交税的 所得也是不能扣的 因此你的收益里面的一百万 那是不需要作为利润 这个需要作为利润 但不需要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的处理 就是对这一百万进行纳税的 叫做调减啊 这是咱们的第一问回答完了 怎么调整方向以及金额 另外要说明理由 那就是刚才说的啊 符合规定的不征税收入 那他所对应的支出 也不能够啊 这个税前扣除 好 你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说完了不征税的收入了 再接着说的是免税收入 它属于啊 这个征税对象的范围 但是呢 我们下面列的这几项免税 它都有各自的道理和原因的 那么这些免税收入 如果在会计上已经做损益的 一律是要做纳税调检处理的 那我们在呃这个免税收入这说了四项 其中呢 有三项是重要的 第一项 国债利息几乎是年年都会命题的 那这个国债的利息 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啊 把钱借出去的利息 它实际上是有投资的收益 是吧 那在会计上 我们做了投资收益了 那么在呃 交税的时候 是吧 这是免税 道理 大家都应该明白啊 这都是 这个 有弥补财政的赤字啊 或者说啊 政府的专项 呃这个专项债 是吧 你购买了 呃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免税 那我们这叫区分 这个免税的是什么呢 是国债的利息收入啊 他才免税呢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国债期限比较长啊 比如说我们今年啊 刚刚这个呃 财政部发了 就是300亿的是吧 这个国债啊 有三年期的 五年期的购物 150亿 这样的话 这么长时间 我可能没有拿到啊 这个到期 我就中途转让了 所以呢 还会涉及到 有转让的收益呢 啊 那我们说 这个 转让收益是不免税的 只有利息收入才能免税 这个利息包括 你持有制到期的 那也包括呢 你中途转让 在你持有期间啊 持有期的那个利息 好 这样的话 关于这个 国债利息 那我们一般理解是 购买 就是中央政府债券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 省一级啊 这个地方政府啊 他也有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的权利 所以 他跟国债的处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记住 就是政府债券的 这种处理 都是一样的 利息收入免税 转让啊 中途转让的收益 那就是要交税的 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 到底 这个国债 我们是持有期到期了 还是没到期就中途转让了呢 好 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到期对付的 这个时候 你从买一直到到期 是吧 这样的持有期的 全部的利息收入 都应该是属于叫做免税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处理呢 就是做全额的纳税条件 那这利息怎么算 这个国债的利息 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 银行存款的利息 算法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用本金是吧 然后乘以适用的年利率 当然你要是买的是三年的五年的 还应该乘以这个年限 这样呢 在你这个免税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你持有期的 全部的所有的 那什么时候来确认这部分的 这个国债利息的时间 那就应该是按照发行时约定的 是吧 应付的时间来确认 这个比较好算 那一般来讲 在我们考试当中出现的呢 都是叫做到期前 到期之前 你就转让了 没有持有制到期 那这样你就要区分 在你转让的时候 拿回来的钱里面 有多少是免税的 有多少是要交税的 免税的呢 那就是持有期间的利息 那一定是利息 所以这部分的利息 那你就要算一算了 那就是依旧用本金 是吧 然后乘以年利率 那你持有的时间呢 持有的时间非常重要 这呢 他说是按照持有的这个天数 指的是那个 就是按天算的 是吧 比如说我持有了 是三年 然后零多少天 那我们实际上 那个三年还是按整年 然后这个天呢 就是按除以365 然后乘以实际持有的天数 这样来算出的 是你免税部分的持有期间的利息 那这部分的利息肯定是做纳税调检的 那我们说这部分啊 由于是中途转让的 所以呢 应该是在转让国债合同协议生效的时候 这个确认收入的实现 那但是这部分做纳税调检 可是像这种中途转让 你还要考虑到除了利息之外 会不会还有叫转让所得呢 当然也可能转让收益了 那这样的转让所得或者收益 实际上是跟我们会计的处理是一样的 好 那怎么来算呢 那就是把你转让取得的 价垮是吧 扣除 我当时买国债的成本啊 这是收回 再扣除 刚才说的持有期间的啊 尚未兑付的 因为这部分呢是免税的 是吧 然后再扣除的 那就是在你交易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税费 是吧 这不是我们的所得啊 所以可以扣除 这样呢 扣除了之后 你最后高于成本 高于免税收益的啊 以及你扣除了税费的 那就是你赚的 那叫做啊 转让收益 那部分是不免税的 所以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在综合体里面出现的话 往往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啊 需要我们去做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企业呢 在投资收益当中啊 他有这么两笔 一笔是转让国债取得的 叫88万元 是吧 这个国债当时买的时候是72万 然后期限的是三年 到期呢是一次还本付息 等于中间你持有期间是没有付过息的啊 年利率是5% 转让的时候呢 那咱们持有天数是700天了 是吧 直接告诉我们天了 那当然是简单的多了 所以你就要算一算 这个这个88万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持有期这700天当中的利息 这部分是免税的 好的 那我们从会计的角度是吧 那可以说88减去72 这还剩的是 16万 会计上都叫投资收益 但是呢 我们作为税法的这个投资收益 那我就要算一算了 是吧 算一算是什么呢 那就是72万本金 然后乘以利率 然后除以365 相当于一天的利息 再乘以700 700天的利息 是6.9万元 这部分它是免税的 这部分它是免税的 所以这部分纳税调整当中呢 叫做调减处理方向别写法了 另外我们还有购买铁路债券的利息 是100万 这100万在会计上呢 就都是作为投资收益来处理的 所以会计上你的利润总额里面有投资收益总共是116万 那这里有免税的项目 所以呢 我们要做纳税的调整 其中持有7的 那700天的利息是免税的 调减了一个 那还有谁呢 还有就是铁路债券的利息是减半 所以再刨去那一半 这样我们整个的纳税调减就是56.9万元 因此对这一部分的处理 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国债利息的处理 这16万里面实际上它就分为 有免税的就算出来的这个6.9万元 那么还有呢 正常的征税的 征税的你就不需要做纳税调整了 因为爱迪利润当中 它本来就有这个16万的 那16万里面 不用交税免税的只有6.9 这部分是税块差异调出来 而这个税法跟会计没有差异的 就是转让收益 本来就该交税 所以你在会计利润里了 不需要做纳税调整 好的 那我们关于这个免税收入 要说的第二项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 股西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从这个居民企业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相当于咱们的这个被投资方 分回给我们的投资收益 是吧 那这样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实际上是被投资方的一个税后利润分配 因此他在分给我们的时候 他的支出是不能够做税前扣除的 因为他已经是税后分配了 那我们在拿到这部分的时候 不需要交税 因为这已经是交货税的 因此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西红利 这种权益性的投资收益 是做纳税调检的 这一点呢 跟我们会计上正好是形成了差异 那个是在投资收益里 这说了交货税的 不用交 所以纳税调检 当然还有一种投资 就不是这种权益性的投资了 是吧 那是什么样的投资呢 是这种金融商品的投资 那确切的说呢 是购买股票 他也是投资啊 那他要是拿到了投资收益 那能不能把这一部分投资收益 做免税处理呢 我们说这儿必须要进行区分了 区分 怎么区分啊 看他持有的这个时间 持有的时间一定是在满12个月 他才能够享受这个股票投资的投资收益免税 如果说持有期是不足12个月的 是吧 那你实际上分的是 你投资之前别人的这种收益 不是你投资之后的啊 这不能免税 好这样呢 关于这个投资收益 是吧 在这个权益投资这儿 那应该是免税 纳税条件的 在这个金融商品投资这儿 那你一定要看持有时间够不够 所以这样的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在考试中经常的命题 那主要是注意税法跟会计的差异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企业在2021年取得直接投资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股息 是吧 这肯定是刚才说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纳税条件的 同时呢 还告诉你 说已知境内的被投资企业 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那就意味着我们是25 它是15 那这个15跟25之间有个税率差 需不需要补呢 不需要 因为我们15%本身就叫做优惠税率 那这个优惠税率是我们本来就鼓励它的 所以它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地区性税率 它是优惠税率 所以对 优惠本来就鼓励往那投资的 那你投了 那现在分回来了 是不会让你去补那个税率差的 另外呢 还取得了到期的国债利息收入是90万 那这也是免税的呀 所以这两项对于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是什么呢 利润里这两项我们说都应该是加进去的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在税法的规定上都是免税的 所以应纳税所得额里面呢 它就是在会计利润上纳税调整都是要做调检的 这是经常在我们综合题里面出现的 只不过它还有好多其他的业务综合题嘛 所以我现在还没讲到其他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是这两项免税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在免税收入里面呢 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不常用到的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他说的是非居民是吧 刚才我们上面那项免税针对的是居民 现在说非居民从居民企业取得了 与该机构常所实际联系的这种 这个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是吧 他也是免税的 因为他本身是从境内取得的 这是境内所得 但是呢 道理一样都是交货税的 他也免税 至于说取得的是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股票的这个投资收益 我们也跟刚才那个一样 超过了这个12个月的持有时间是免税的 不足12个月的就要交税 那这样的免税项目呢 我们题目中是从未出货的 因为他针对的是非居民企业 好 在免税收入里 我们来看的第四个 这是一个事务范围非常广的 那就是非盈利组织 那这样的组织 他们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是吧 因为我们在纳税人啊 第一节里就讲到了 那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包括啊 这个企业也包括符合条件的组织 好 现在符合条件的组织是纳税人 但是他又可以享受免税 对 我们这呢 就得了解一下 关于非盈利组织的啊 一些条件是吧 不以盈利为目的啊 然后他的这个出资人今后是不参与分配的呀 等等了解一下他的条件 我们有一年考过选择题 一会给大家举例看一看就行了 最主要的呢 我们要知道这种非盈利组织 在我们考题里是不可能出综合题的 是吧 那他只能是在选择题里出题 命题 而这样的非盈利组织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间非盈利组织 是吧 那是不是还包括其他的非盈利组织呢 可以说也包括那就是政府出资的 政府出资的非盈利组织 在我们国家就称之为事业单位了 那咱们现在主要真的是这个 这个民非是吧 民间非盈利组织 那这样的话 不管你是政府出资的 还是民间出资的 那么非盈利组织 如果你从事了 是经营活动 经营活动的收入 比如说是提供服务了 这个 销售商品了 是吧 这样的是属于经营活动的 是交易行为所产生的收入 那当然是要交所得税的了 不过我们在这呢 又特别的明确出来了 那就是对非盈利组织的 下列收入 它一定是属于免税的 那一共呢 有五项 这五项的第五是兜底的其他 所以前面四项 这很容易就在选择题里面提了 正好我们选择题是四个备选答案 好第一个就是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捐赠收入 这个对于非盈利组织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民非 那可以说是他的这种收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就是接受捐赠 是吧 这是免税的 因为它是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你说你要是一个企业 你接受捐赠的收入 这是所得税的 肯定要交税的收入 我们九项所得税交税的收入里面 第八项就是接受捐赠的 但是如果是民非 比如说是什么基金会 是这个什么协会 慈善机构 那他们本身的收入来源就是接受捐赠为主 这是接受捐赠的免税 第二个呢 就是财政拨款 是吧 本身的不征税收入 以外的其他的政府补助收入 那咱们有一些这个民非组织机构 是吧 它是有少量的政府出资 政府补助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是免税的 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 如果政府购买服务 那相当于是非盈利组织提供服务 它是一种交易活动啊 所以这样交易活动所形成的收入是要交税的 好 第三个那就是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啊 财政部门 这个民政部门收取的一种会费 所以咱们很多的协会啊 学会啊 是吧 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会费 这样的会费呢 是按标准收取的是免增值税 在这免协所得税 另外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所滋生的 银行存款的利息 所以不征税收入 还有呢 免税收入 是吧 像我们前面接受捐赠的这些啊 存到银行自身的利息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非盈利组织的法定免税收入 和企业盈利组织的是有差别的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就给大家把这个免税收入当中涉及到这个非盈利组织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考过啊 这个民办学校 是吧 民费组织 那这样的话 它符合免税的认定条件 申请学费收入 免征企业所得税 是吧 那现在问的是下列各项收入当中属于非盈利组织免税收入认定条件的事 这虽然是我们了解的内容 没有讲 但是呢 按照我们一般的啊 对这个民费组织的理解 你可以看一看 它本身要依法登记 那肯定呢 如果你这个是没有登记注册的 是吧 民费 那是违法经营啊 那再有就是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 要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 你不能够把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是吧 无限度的来开支 它有规定比例 另外投资人或者叫投入人吧 或者叫出资人啊 不叫投资人 叫投入人或者出资人 对投入该学校的财产 不保留财产的所有权和任何的啊 这种分配的权益 所以这肯定是民费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啊 最后那就是财产以及资深的利息啊 升息 它说可以合理的在标准之内 哎 分配 你这财产 是吧 都是出资人啊 或者叫这个 无偿的给你提供的 然后要达到出资人啊 指定的目标的 你哪能够把这个就给分了呀 所以这肯定是错的 好 这样呢 我们的条件啊 就是ABC正确 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选择性的问题 那就是把免税的收入和要交税的收入呢 给搁在一起 那么再说白了 那就是咱们把知识点1和知识点2 关于收入 关于免税收入 关于不征税收入 可以混在一起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个选择题 问的下列哪些是属于免税收入 A 金融债券的利息 这可不免税啊 这是正常的要交税的是吧 B 国债转让的收入不免税 国债利息收入可以免税 那如果说是债券的 咱们只有铁路债券的利息可以减半 也没有说这样的企业债券的利息能免税的 好 C选项 从境内居民企业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这是属于我们免税当中经常使用的 以及最后D选项 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票一年以上 分满12个月了 这样取得的投资收益 这是明确的免税的 所以问你哪个免税的 那就是C和D 如果问你哪个要交税的 那就是选A和B 好的 那关于这个应税收入 免税收入 我们除了选择题以外 还要更多的考虑的是综合题 综合题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刚才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给它综合在一起考虑了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列举这么一个综合题 但是所得额的知识点 我们只学了两个 那跟收入有关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和跟收入有关的两个知识点 来进行一下练习 不是全部的 而是一个节选 说的是某机械制造企业 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自己算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 这是一万万 那他自己算的利润 这都是我们题目里面给你的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他是跟我们后面的广告费招待费宣传费的限额计算 是吧 有关系的 而这个利润呢 那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基础上做纳税调整的 不过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就意味着有的问题 有可能是会计的处理都不对 利润都不对 有的问题呢 是会计处理对了 但是你的纳税要调整的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三个发现的问题 第一个将自产的产品用于对外投资 该产品同类的市场价格是 不含增值税的200万 成本是140万 那这个业务关键是企业 未进行账务处理 所以我们肯定是在利润当中就有问题了 先要调 不过一说到这个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了 那就是五年低延纳税的问题 不过这个五年低延纳税它是有条件的 那你要投资于新建的 或者说是其他情况 那如果我们题目当中没有跟你特别说明这个低延纳税 你不要去随意的考虑 这只是一个自产产品的一个金额很小的对外投资 好 那这样的怎么处理 那你看他没有做任何的账务处理 那就意味着在会计上也没有做收入 是吧 对外投资会计上本身是要做收入的 按非货币交易准则的要求 那同时也没有节转成本 那同时他增值税也肯定没交 什么处理都没有嘛 那增值税没交 是不是附加税费也就没交啊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后面的计算 另外我们这提到了 叫做其他业务收入当中包含了出租 旧厂房的不含税的年租金收入是200万 那你一定要清楚 在我们的利润当中这200万是已经寄进去了 他说了是包含了寄进去了 但关键呢 是这个没交房产税 也就是说有同学在这 一下没仔细审题 就觉得这个收入吧 他也是处理不对的 这个收入也要寄收入 不是 这个收入已经寄了 你不用去在收入这考虑调整利润和所得额 但是没交房产税 那你得交 交了房产税呢 那当然会影响利润了 好 那我们第三个是 投资收益当中包含了子公司分回的股息 这子公司分回股息应该是免税的呀 以及国债利息 一个50万一个10万 加起来60万 他们俩全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免税项目 他们不会在会计处理当中进行调整了 因为我们会计对这60万 肯定都已经计入了利润总额了 但是呢 他是免税的 所以要纳税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看 咱们目前的情况 能够处理几个问题呢 问的问题里 我们目前可能也就这五个问题吧 第一个 业务一 它的增值税 综合题嘛 那当然不能光考企业所得税 就增值税了 交了增值税 就附加税费了 那这个附加税费呢 它是属于价内的 它就会影响利润了 好 那我们还有 他自己没算房产税 那我交了房产税 也会影响利润 那么这些影响的利润 不会影响英纳税所得额 那因为你利润是所得额的基础 利润已经调了 那等于所得额 我们到时候就不用再调了 好 那谁影响这个所得额呢 那就是咱们刚才的 那个免税的两个项目 所以来看一看咱们的处理 首先业务一 它影响的增值税 那就是 这个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要适同销售处理 所以200乘13% 对应的影响的附加税费 那就是增值税税额的 是吧 7%承建税 3%教育费附加 2%地方教育费附加 而这个是今后要影响我们这个利润的 原因就是你在会计里没处理它 那为什么增值税不影响呢 因为增值税它价外 好的我们再来看 房产税没交 那你就交呗 所以房产税咱们还没学到 是按照租金的12% 24万 好那我们再来说 对会计利润有什么影响啊 刚才的三个业务里 一和二前两个业务都影响会计利润 那也就是说 在告知你的会计利润里 它是不是没有做 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的处理啊 所以这个在会计上就不对 你要做收入200万 对应扣成本 这个140万 同时呢 这部分要交的增值税 是吧 这不能处理 因为增值税本来也没在200万里面 可是它要交的附加税费 是属于家内的 可以扣除 好那我们还有 刚才算的 这个房产的收入 它已经各收入里了 所以税块一致的不要处理 但是没交房产税 你得交 交了的 当然利润你可以扣啊 所以这个会计利润就不是你一开始算出来的520了 有变化了 那我们再接着问的就是对应纳税所得额有什么影响啊 是吧 所得额是在利润的基础上调的 那么利润里面已经做了正常处理的 你就不要再调了 但是没有调利润 只是影响所得税的是谁呢 那就是 那个投资收益和国债利息免税的 所以两个都要做纳税的调解 因此呢 我们作为这个综合题 考到收入内容的啊 这个项目 不是很多 但是呢 这些收入的项目 它直接影响我们后面的计算 比如说 收入 在会计里没处理 你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收入当中哪些是属于申报表主表第一行的 属于营业收入的 今后广告费招待费 算扣除限额的基数 比如说我们有哪些是属于叫适同销售的啊 适同销售 然后会计上又不做收入 所得税要求适同销售 这个时候照样也都是由税块差异 要进行啊 这个税法和会计之间的纳税调整的 好 这样我们关于 前两个知识点 针对收入和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的这些规则挺多的啊 需要大家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加以理解 然后加以御用